Hello Guys, I'm Shetty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拳超人最強的自然中最多人討論的 裝備與套裝系統 裝備與套裝大概是除了角色配置以外最被大家討論的系統 不簡單和大家分享分享 讓不熟或剛加入的朋友可以快速的了解這個系統 簡單來說角色大部分分為 等體傷害、單體傷害、坦克和特殊角色 特殊角色又有分追加傷害和上體Puff 基本上裝備沒有受限 但都有最適合的裝備與套裝 不同素質、同裝備、發揮的地方也不太相同 而裝備獲取的方法分為四種 第一種超式是最簡單與最直接的 卡片卷主要來源是拆除不要的裝備 第二種王者挑戰 依據等級陸續開放難度 實成以後更有機率達到紫色裝備 第三組織挑戰是特殊裝備的重要獲取來源 例如騎士、西裝、野性 可以說是一般裝備的Pro版 除了一般裝備的效果外 還會有其他附加能力 第四災害來襲 每日三世的世界BOSS挑戰 一次會給大量的裝備與套裝 有機會拿到紫色裝備 了解了獲取來源該知道裝備的種類 共有13種 分為騎士、西裝、剑客、黑幫、閃電 野性、武道、囚犯、戰鬥、高校、僧侶、休閒、禮服 全體傷害推薦騎士、剑客、武道套裝 像是黃金球、海帶、吹雪都是不錯的選擇 當然複數傷害也可以帶 像是文女、童地都能有不錯的效果 單體傷害推薦 野性閃電、武道、囚犯套裝 像是甜心、水嫩嫩等等 只要是單體傷害的效果都不錯 坦克推薦 西裝、休閒、戰鬥、高校套裝 像是甲蟲、黑金、深海、背心等都不錯 尤其是西裝 基本上就是甲蟲的專屬套裝 自帶反傷再加上套裝效果 名不其事者最好的攻擊就是防禦 特殊追加傷害推薦黑幫 主要就三隻角色 獸王、地底人、原子武士 而特殊debuff推薦禮服 像是銅地暈、野苗燒、海帶毒等等 都是不錯的選擇會將簡易效果擴散 介紹完以上資訊以後也分享分享我自己的配置 我主要上場的角色是黃金球、甲蟲、銅地、甜心、深海與文女 全體傷害、單體傷害、坦克、debuff特殊傷害都有 唯一沒有認了就是追擊角色 我自己黃金球帶武道 主要騎士套裝的附屬性一直不理想 所以就選擇最中庸且最實用的武道套裝 甲蟲則是帶西裝增加20%反傷 就上面說到增加反傷完全是甲蟲的專防 甲蟲自帶28%反傷加上西裝套裝 反傷的傷害非常可觀 能攻也能守 銅地則是帶劍克 冥川裡復原意思在於我的角色都是全體傷害 越快解決對手會比控制他們更理想一些 對於甜心單體爆發來說 野心套裝的噴尖秀 我可以算是半個專武了 讓強力單體更有發揮的空間 深海被動可以上盾一場上3次盾 帶休閒補10%血 讓他一直補一直上一直補一直上 將他的技能發揮到極致 魔女是我最愛練的把騎士套裝給他 是因為加傷害配合技能吸血 剛好可以觸發效果 血量可以吸10萬左右 主要目標多於被自然吸取量就多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一下小鈴鐺 感謝收看 我是Shotty See you 掰掰